十二年国教特色招生 今天进行第二天的考试 不过由于今年报考人数不如预期 所以高雄考区倾向 明年不办特招了 顶着艳阳高温 考生和家长躲在阴凉处 手里的扇子扇不停 十二年国教特色招生第二天考试 第一堂考自然 考生普遍认为观念正确 小心题目陷阱 拿高分难度不高 觉得观念的题目可能比较多 所以观念要清楚 基本观念考的就是蛮多的 只是很容易被陷阱给误导 和基北区不同 除了第一天考国英数 包括高雄在内的六个考区 第二天还要加考自然社会 预计约有一万两千多名考生 继续拼战 因为名额比较多 这样子比较有机会 不过特色招生第一次举办 报考人数却不如预期 极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目前已经有桃园连江 竹苗和高雄等三个考区表态 明年倾向不办了 考生和家长也表示 根本没有必要 好痛苦 觉得好心伤 为什么我们就是白熬熟 应该一次就好了 就一次免试 全部到位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看现在这么晚了 还要拖到七月来 对小孩子 对都不好 首届十二年国教争议不断 入学方式从一免 特招到二免 时程更从五月跨到八月 长达三个月的时间 不仅暑假完全泡汤 考生和家长身心 更是备受煎熬 谢谢李甩木招全 高雄报导